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花莲中华小学 这里在地震之后成为了临时的收容中心 我身后的这些帐篷是昨天搭建起来的 现在这里成为了一个临时的指挥所 我的正前方是中华小区的篮球场 里面大概分四排搭建起了36顶帐篷 而在篮球场之外的足球场上 大概还有十几顶帐篷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在收容中心休息 居留的这些民众得到了比较妥善的处置 还没有地震的时候我是在楼下 因为我是正对面在动大楼 我在楼下吃早餐 结果就突然间就开始震了 震了就把我人弹出去这样 因为没有地方可以靠 没有地方可以抓 我就是被弹出去的这样 很可怕 还是有余震 有几次比较大一点这样 所以不敢 真的不敢 震震的主震下来了 东西又打下来了 打到身上 后面有一个拉杆箱 有轮子拉杆箱滑到我身边 我试图去推开拉杆箱 外外推的时候它又滑回来 推的时候又滑回来 我发现那个房子歪掉了 电梯也不敢动了 许多人已经不敢动 已经歪掉了 我们昨天晚上下午吧 可是早上10点多 我是被震群了 然后有点害怕 昨天晚上在这边休息的怎么样 还OK啦 你们爸爸妈妈也在这边 还是在家里 在这边 因为我们收红的民众 他连速是浮动 他可能白天他会离开 那目前现在在现场 收红的民众大概是在160位 因为受伤的昨天也会转换 相关的医疗院是有很多膨炸 昨天最高的都是371位 我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